好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去讲解评分标准系列 然后呢 今天是二三二节课 雅思写作四个评分标准 其实不平均 这是你们一定一定要知道的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同学都会觉得 雅思写作的评分标准 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啊 你们觉得都是平均分配的 对吗 像下面这个图一样 每个像什么语法 Task Response 然后什么词汇啊 然后连贯度都是平均分的算出来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啊 因为你们觉得 因为评分标准就是四项嘛 四个小项对吧 你们说肯定就是平均分的 那我有一个并据的话 肯定只影响语法的分数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是下面这张图这样子啊 下面这张图决定了你 能不能快速一个月 可能两个星期的时间 可能就是考试之前 你们经常会问我说 老师考试之前看什么 考试之前就看这一节课就够了 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是出在哪了 你可能这个游戏的规则 你都没有了解到同学 好 这个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 是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考官告诉给我了 我不是跟你们讲 我们采访一个考官对吧 采访了一个小时 新西兰的考官 他就做了有十年的亚斯考官了 他是这样给我讲的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真正的评分标准并不是这样 我说你们考官是怎么判卷子 他说我告诉你们吧 我们先看task response 就是你的题目有没有是扣题的 他说我看完task response之后 如果你的task response是不扣题的 有一个句子我根本就没有看懂 是并句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好 那肯定啊 你没有 我就认为你没有回答问题 跑题了吗 那你就是5.5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这样的话 连贯度我都不用看了 马上连贯度肯定就是5.5了 因为你这个都跑题了 你的思想是没有连贯性的 他说我最多会看一下 你的句子语法的多样性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个跑题了 那就是5.5分了 6分以下了 所以你会看task response和 coherence 是有重叠的 能明白吗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语法 他说90%的情况 学生会出现 我认为他这个句子写跑题 我根本就看不懂 就是语法错了 他说所以呢 到语法这边的话 肯定分数也会降低啊 因为语法是语法多样性和语法准确性 他说语法肯定会低 所以这样的话 语法自然就会低了 告不过Liu他跟我说 他说但是 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native speaker 我再给你讲完 所以就是语法和这个 另外两个task response和连贯度 是有重叠的 然后他说最最最不重要的 就是词汇了 他说是这样 但是词汇和连贯度和语法 和task response也有重叠 比如说如果你这一个句子写了跑题了 能明白吗 你这个句子是跑题的 因为你语法错误写跑题了 那么这个句子里面的所有词汇 不管你用了多么高大上 没有分数 比如说评论标准里面有一个是说用一些 什么less common words 对吗 但是你写的特别高大上 但我看不懂 他说就没有分数了 懂了吗 好 他跟我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知道吗 如果是native speaker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native speaker的话 他会写一个完全没有语法错误的句子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红色圈圈 语法这一下 好 他在这边他是safe住的 他是语法可以拿到九分 懂了吗 好 语法也有多样性 但是他给我写了一个跑题的句子 比如说你的example写跑题了 他说那好 task response 那就是5.5了 因为你写跑题了 然后coherence很有可能就是6分 可能会高一点点 因为你语法写的很多样 但是他的grammar和lexical很有可能都是8分 那他最后的成绩有可能还是7分 就是有可能就6.5分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native speaker会写一个6.5分的文章 他有的native speaker 我跟他说 我说我的学生写7.5分 他说怎么可能 他我说很快一个月就写到 他就觉得很奇特 我给他讲 我是怎么样讲课的 他就觉得特别神奇 他就说天呐你可以把所有的真题全部都 因为我们还会去分享考试真题什么的 但我也觉得我可以把所有真题都整理成这样 他说native speaker出的问题就是这个 grammar和语法就和单词很高 但这两个写跑题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才是真正的评分标准的重要性 能知道了吗 所以你这样看 你才会知道 task response coherence和grammar是那么那么的重要的 能明白了吗 好我们今天这节课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我看一下 我全部都跟你讲完了 为什么不平均 然后我们下面有四个课程 是之前我们录过的 就是怎么判断你每一个小项到底是多少分的 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从明天开始还会再重新深入的去给你们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先讲解的就是语法的评分项了 因为是考官跟我讲说实际上语法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明天会讲解一下语法 好那我们这则课程就讲完了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一个引入 让你知道实际上这几个评分项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们记得去注册那个七天的免费课程 然后现在那个免费课程的那个 怎么样去注册的方法 你继续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 好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林 我曾经雅思写作16天从6分提高到7分 总分达到了4个7分 而且那是在没有出国之前 那是2012年没有来末尔本之前 5月10号的分数你们会可以看到写作还是6分 但是经过16天之后的话写作就达到了7分 你可以看我当时这个状态 就是比较巅峰的状态 就是逼出来的这种方法 所以我特别特别想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那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亚斯林大写的L小写的YNN 回复免费课程就可以去注册7天的免费课程 是网络课程任何时间地点全部都可以去收看的 然后我会去跟你分享一下 我这16天找到了这个小技巧 你主要去学习亚斯写作的三个步骤 为什么Task2只需要三个body段落的形式 怎么样两分钟想出观点 怎么样灵活运用五组的ABC词组 回答50个预测题 还有Task1 A类和G类的模板 几乎是涵盖了写作的所有的重要的知识点 微信公众号每天早上还有一个免费课程 如果你想去查看往期的课程的话 到kissus.com Daily Lessons页面就可以了 付费课程是包括Task1和Task2整套所有的内容的 里面大部分的同学都可以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考到 如果你是按照课程学的话肯定是可以在两个月内考到写作七分的 而且现在最新的课程会更快 这是一个二月份 就是18年二月份 我刚刚更新完课程之后有一个学生 在两三周就考到了写作的七分 然后他那篇文章实际上逻辑 还有一点点小问题都是七分了 我们就是完整版本的课程也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结构和模板 都是网络课程 然后第二个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用学语法 就可以用万能七分以上的结构搞定我们七分的写作 然后第三个就是最最最主要的 我们有150个预测题目 可以保证在考试里面是90%重现 同时回答这些预测题目的ABC词组 是在考试里面百分之百重新 就可以说是百分之百重现的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去灵活运用最最最少量的ABC词组 大概就是50大组ABC去回答这150个预测题目 所以大家通过率都很高 Task1是有A类和G类的模板和范文 有大量的练习 好VIP课程的是有作文批改 是直播互动课 所有这两种类型的课程是全部都可以在 就是在网站上面两个月之内无限次数去收看的 所以我们VIP课程就是保货会比较快一点 有学生14天考到6到7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经验分享 我觉得会比较就是重要的经验分享 4月7号到4月21号提高7分 还有学生如果你基础很一般的学生 两个月时间每天只学了三个小时 从5.5个考到一个写作的7分 就是17年10月28号刚刚拿到的成绩 还有学生是中国大陆的学生 4个月时间6到7.5分 你们认为在大陆考不到7分的同学 你来看一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 重点去看一下他那个经验分享是什么 下面就是我们的就是外教批改的这个样子 就是4个项目的批改 我们是新星来的外教 保证你在20小时之内去得到反馈 而且我们有一个独家的语法修改表格 会把你的语法根据你语法错误的类型去给你分类 这样才可以拿着保证你的一个高分 微信互动是和助教去 我不会在微信和你们去互动 但你会和助教互动 我们助教也是外国国籍的 然后和我的就是以这种形式 就是直播课的形式 然后我们会录下来 你们都可以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回放 去解决你们在 就是在作业上面会碰到一些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付费课程的话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 回复付费课程就可以了 但是我做课程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同学 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多看看这个免费课 整个方法都理解之后 再决定是不是去报名付费的课程 希望这些免费课程可以帮到你